问几个问题了吗 我问问啊 打算结婚吧应该 打算 双方父母都应该见过了吧 都见了 怎么样啊 双方父母觉得 都见了 见父母更不要说 见父母的时候 本来挺顺利 我这提了礼品进去吧 哪顺利啊 你说出来之后 他就跟我生气 为啥 我都不知道因为啥 我就觉得我是穿的 就休闲的衣服 穿的 那你自己说 你穿的什么东西 他穿的休闲装 然后穿的球鞋 球鞋当成那样 你出门的时候不看看吗 你根本不拿我 和我父母当回事 你尊重我父母吗 你觉得这是小事吗 那我平时的状态 也就这样吗 他又不是去单位里面开会 穿那么正式干嘛呀 那你就是根本不在乎 就是因为他穿了休闲装了 是吧 而且他还在我们家不干活 就一直在那坐着 你当你是少爷呀 你就一直坐着 你让我父母怎么想你呀 你是故意让他们不同意是吗 不是 我当时也想表现吗 我不是要跟你干活 但是叔叔阿姨 拉着我要跟他聊天 你说我也没办法 我妈让你坐着 你就坐着 你怎么那么有严育点 不是 你妈让他坐着 那他应该怎么着啊 应该帮我呀 他要表现出来 他就是很勤快呀 我让我妈同意呀 那岂不是他不听你妈的话了吗 对呀 那他应该是帮我呀 叔阿姨确实挺喜欢我 确实挺喜欢你 哪喜欢你 喜欢你是爱着我的面子 哦 等于都见过父母了对吧 对呀 赶紧把婚结了 别闹他嘛 想结吗 想结那是他现在 我问你想不想结 我想结 想结就赶紧结了吧 干嘛不结呀 追了三年 赶紧结了呗 干嘛呢你们俩 我在北京工作 我刚刚稳定 他现在让我回去 他现在就要让我结婚 让我把 现在我北京放弃 我自己去北京 然后打拼出来的 让我都放弃了 哎呀 就放了呗 这男人好吗 对你好吗 可是 不是 你先说 不是先说这男人好吗 他原来好现在不好 他现在 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了 我的天哪 行吧 就现在就为这个争吵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 还结吗 我不知道 他连安全感都 那他怎么才 就是你觉得他怎么做 就算给你安全感了呢 他至少 就不要像现在 就是冷淡我 或者是不理我呀 之类的 我没听出来他冷淡你啊 他有啊 我给他打电话 他都挂了呀 不是 说了太累了吧 他随手挂 太累了 他原来为什么不累呀 原来为什么不累呀 你要遇到这么较劲 一女朋友也是那个 想不想嫁人家 那就嫁呗 那他现在对我不好吧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一年多了嘛 我说咱俩分开 就是一年一年多 我就说你回来呗 反正内蒙的 亲爱的工作条件也挺好 说一婚姻节 然后踏踏实过日子 不也挺好吗 对对对 我觉得规划得挺好 心里有你呀 他自己规划的呀 那他对我好了吗 他坐在那儿了吗 不是 你到了一乡 怎样姑娘 我问问 他不给我安全 他这样对我不好 不如原来好了呀 不是 你都不在他身边 他怎么就 那我不在他身边 他更应该给我安全感 那他应该怎么给你呢 他又是想要我跟他一起去北京嘛 多关心我呀之类的 不行嘛 不不不 那一至于不接电话 然后 工作那么忙不理我 我问你是一回还是很多回 很多回 很多回啊 他经常用工作忙为接口 因为我那工作确实比较忙 而且我生病的时候他都是这样 我自己躺在家里 特别特别难 我爬都爬不起来 你干嘛呢 是北京的家里 对 那你希望他 我希望他去我身边照顾我 然后他呢 他给我叫外卖 叫外卖 那我能起来吗 我要能起来 我自己就出去吃去了呀 救工作忙 救工作忙 永远都是这样 我生了一天的病了 我一直躺着 特别难受 你在内蒙哪儿啊 内蒙古包头那边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生病 他就应该飞过去 对吧 他至少应该去照顾我呀 他原来从来不会这样 是 你应该去照顾他 你为什么这样 你也外面有人了 没有 你快把那个女人交代出来吧 我真没有 你是希望他在外面 有一个女人吗 不是 那不就完了吗 那他为什么对我不好的呢 哎呀 我的天呐 哎呀 这姑娘这娇撒的哈 你就喜欢他那撒娇的劲儿是吧 对 你看没办法 哎呀 这有意思了 但是他现在就是 感觉这个脾气就越来越 让我琢磨不透 人家现在不是提出 要跟你结婚吗 是你提的吧 对 嫁不嫁呀 我再考虑吧 再考虑啊 考虑多久呢 看他表现 万一他表现得不好就不嫁了是吧 好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支一路秋比特问卷 来 男生啊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 为什么要让一个男人追他去三年 他是因为自己本身没有安全感 他想通过三年的考验 认准这个男人 是否是自己可以托付的人 很恭喜你 达标了 但是达标只是一个晋级 晋到一个更高层级了 也就是我确定成为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比当初做得更好 努力地能够得到一百分 但很抱歉的是你得不到 那同样回过来 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三年的考验真的能考验出一个人真心吗 现在很多夫妻结婚二十年一样离婚 当初一个男人对女人很好 但他一样会走掉 所以不可能用考验的方式 你去证明到一个人对你的真心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爱情可以以心换心 如果你能给予他真心 他依然会给予你真心 而且在心和心交换的同时 你要懂得体谅别人 你刚刚说 他总是以工作作为借口 没有时间来陪我 特别是我在北京 他在包头的时候 我试想一个二十七岁的男人 他照理现在就应该很拼命地工作 如果他再有一点上进心的话 他希望能为你们未来的小家做一些拼搏 至少做一些资金的储存 但是你不看中这个 你只看中他有没有陪在你身边 所以我现在想不到 你到底要的是一个陪在你身边的洋娃娃 还是真的想要一个跟你共同打拼的男人 所以今天为止我觉得你们两个不是要考虑结不结婚与否 而是真的你们需要考虑的 是你们到底要爱情还是只要考验 如果打拼的梦想是为了想要跟这个男人组建一个你想要的家 你现在就可以得到 你就回去慢慢跟他相处 如果你想要通过异地的方式考验一个男人对你的真心 其实你不是在考验 你只是在为你的爱情或者走进婚姻设限 不妨放下考验 去谈恋爱吧